我醫生人當中是最喜歡的一個袋 很希望這個袋可以全城 留給林作子孫孫的這個袋 Hello 你們好 我是林作媽媽 歡迎你們上來看看我的黑蜜袋 這些黑蜜袋是我珍藏的一部份 大約有三十多隻 幾百萬左右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 第一,我又不是出去賭 又不是做其他事 個人有個人的愛好 有些人很喜歡草袋 有些人喜歡玩車 有些人喜歡買樓 個人個人的選擇 如果按照我,就很喜歡享受這些 有時候未必每一隻都拿到 但回到家 看一看,拿下這隻 又拿下這個 回到家看看這些 有時間的時候 我覺得是我自己的最好享受 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在英國 當時的旅遊 在阿發爺之那間商場 看到一隻 三十吋的Borkan 金扣黑色 第一次入門 最喜歡、最想求的就是這隻 我一開始 我就已經想定自己 一定買Borkan 我覺得Kerry是年輕的 而且又裝不了很多東西 這些袋好像很適合 就是我們的年紀 我二十多年前 又是剛剛三十歲出頭 當時又有了臨作 要放很多東西在這個袋 又可以放文件 很多東西都可以放進這些袋裡 晚上有應酬 有些什麼派對 我喜歡拿些細小的袋 很精緻 上公司我喜歡用這隻 例如夏天 有些冷氣的外套 可以放進去 又可以很輕鬆地玩 又很寫意 又很舒服 這隻是我的自愛 因為它是訂製的 這個袋很難求 顏色是我的自愛 綠色拼這個顏色 是特別少有的 已經訂了一年才回到 我之前就拿著這隻袋 經過一間很高級的百貨公司 有收屎樓過我 可不可以賣給我們 一百萬我們可以收 我說不行 這個是我醫生人當中 最喜歡的一個袋 很希望這個袋可以全城 留給林作 這隻子孫孫的 我買回來的時候 是五十多萬的 然後還要搭貨 搭幾十萬的價值貨 然後加起來 差不多有七八十萬 買回來後有三年了 這個黑蜘蛛很值得你去買 珍藏 因為一年是五百分之下升值 每年都是 每一個國家 我都覺得第一時間 一放下東西就去追蹤 有沒有適合我 如果適合適合 它搭甚麼課 我都沒甚麼所謂 我自在必得 每一個國家 買一個袋回來 就會有留念 這個在日本買 這個又在瑞士買 每個地方都有紀念 人一世物一世 如果是賺到錢 我覺得是給自己一種鼓勵 買一個黑蜘蛛袋 我覺得一入門 就不要首先買一些很難求的 就是在尊貴裏面 就是不用搭貨 那些就可以拿到的 我覺得是 首先一入門就買一個 那些先 是吧 就不用那麼辛苦 還要等 未必有 好像這些 就慢慢來 慢慢存